股神赢钱之道 关有元既家族投资在大马股市的资金据说达到4亿Ringit 有人估计他每年的回头是1亿2000万Ringit Daiang是他所投资的最新的股项 他是在今年2月23日在他的网站刊登Daiang周易会飙升的文章 他说在Daiang的2018年第四季度业绩公布之前 公布兰王Bersarant一家退休基金机构在2月19日估售160万股 2月20日抛售250万股 2月21日脱售2003万股 造成股价跌了期限 当他看到国有市Daiang的30大股东的时候 他相信国有会颁发更多的维修合约给Daiang Daiang是今年2月22日公布2018年第四季度业绩 净赚9772万4000Ringit 与2017年同济相比升了280% 与2018年第三季度相比升了100.44% 从美股盈利EPS来看 第三季度是5.5Cent 第四季度是10.13Cent 成长100.59% 2月22日星期五的收市价是0.795% 2月25日星期一 达曼跳空也0.97开数 最高1.06%最低0.925% 收市1.02% 从2月25日的1.02算起 直到2019年3月14日的1.75 14个交易日内持股飙升了73Cent 维修率71.57% 在2月23日后 关老先生曾不间断的推介Daiang 直到3月23日 他总共占写了19篇有提到Daiang的文章 这些文章你都可以在他的网站或面子书读到 第19篇是智函SC 出他调查三家投资银行是否故意下调Daiang评级 他占写的文章包括 1.Investment psychology is indispensable 2.Fundamental stock selection criteria 3.Doubting Thomas 4.Daiang When did I start to buy and when will I sell?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文章 有三家投资银行已经下调Daiang的评级 3月23日 关老先生自韩大马证券委员会SC 出他调查三家投资银行是否有故意下调Daiang评级 以便把股价下压 趁低细构 他说 他既家族所资3000万股的Daiang 而且已经输大钱 关老先生自韩SC的举动是不寻常的 Daiang已经从低点调升了161% 风险加大 投资银行下调Daiang的评级是可以意见的 而且投资银行为了减低风险 可能把Daiang列为不可抵押的股票或加大capping 关老先生的股票投资有动用到margin 可能他的margin没有牵涉到那三家投资银行 但难担保其他金融机构不会采取抽水措施 金融机构放水后立即抽水 之前有发生过 关老先生过去一直有动用到银行融资 自韩SC投诉投资银行并不是友善行为 显然会冒犯到有关的金融机构 我个人认为SC应该不会对关老先生的 罕见采取调查行动 因为三家投资银行是在控制风险 是正常操作 关老先生的怀疑不能成立 我们继续关注关老先生未来对Daiang 所会采取的行动 关老先生在3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 Daiang的成本是每股80仙 但他在资给SC的罕见 终于说他既家族在Daiang中亏大钱 Daiang上周五即3月22日以1.33收市 即使以1.33卖掉他 既家族手上的3000万股 他还可以净赚1590万Ringgit 何来亏损呢 关有源老先生今年86岁 他在武士有作为 不只是因为他善用他选股的黄金准则 既公司必须在两个季度都会成长 而且本益比必须低过10 他还有旺盛的精力 在三四天内总共占写了 十怕篇的文章 即一封自给SC的投诉信 差不多是每一天半就出一篇文章 他敢挑战有权有势的银行集团 他资金充裕 但试过人 看到机会就立即行动 绝不手软 而且敢怒敢言 讲话非常直接 不拖泥带水 一针见血 Diane的故事还没有落幕 我们解看关有源如何收科 当然如果我在86岁高龄 我就不要那么多压力 既然成本价是80 我就干脆套利 把1590万Ringgit放进带里 但朋友缘是个要赚大钱的人 目标是7000万Ringgit 因此他会奋斗到底 我们继续关注他的动向吧 我们在此宣布两项讯息 一 如果一周一股无法满足你的需求 你可以签订一周五股的配套 只要加付400Ringgit 就可以upgrade了 二 我们议定在2019年5月18日下午20至50 总办如何从季度业绩中寻找财富的课程 有兴趣者请一线报名 每人150Ringgit 两人同行130Ringgit 请现在就打电话给吴老师 012-659-7910报名 请现在就打电话给吴老师 012-659-7910报名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请现在就打电话给吴老师 012-659-7910报名 012-659-7910报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